王老师 我也知道您的表哥也是我们红颜当中一个特派员的原型是吗 是 我的表哥叫王思薇 他是红颜里面那个挺进报特资的一个成员 挺进报经常都是在我舅舅所开的那个开明书店的一个地下防空洞里面 刻印出来的 真了不起 王奶奶在刚才回忆自己童年的时候特别的动容啊 单纯作为一个孩子来讲 在自己没有出生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 其实是一件特别残酷的事 但是另一层面作为一个烈士的子女又是一件特别光荣的事情 我们把掌声送给王奶奶 奶奶 刚才您也讲了哈 您是出生在一个革命烈士后代的一个家庭 那您打小成长的这个经历和其他的小孩一样吗 基本上是一样的 在我们那个年代的少年儿童可以说都是生于灾难 长于忧患 当然也有童年的欢乐 我觉得有点不同的就是我跟地下党的那些叔叔们阿姨们以及哥哥姐姐们 从小就做过一些事 帮他们站岗放哨给他们送信 当时您知道吗 您知道您干的工作是什么吗 最初不明白 当时我的表哥王思威经常都跟我说 你今天去把我通知 要他们到我们这儿来打桥牌 他只是一个眼父 一直到我长大十多岁的时候 我才知道不是真正的打桥牌 没人来他们就开会 或者偷偷的就刻意那个平静报 这就是当时的红色挺进报 挺进报 咱们电视机前有很多年岁大一点的观众朋友 看过那个小说 红颜 后来的烈火中永生 有很多人看了那个电影 挺进报其实它的前身 它并不是一张报纸 它前身是一本进步的杂志叫彷徨 这是由于1946年的时候 国共两党谈判最后失利 那么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下 在这片区域就没有一张进步的报纸 来宣传进步的思想 所以当时中共决定 把原来彷徨的杂志停掉 改成挺进报 所以这份报纸 在国统区称得上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刚才说到这个王奶奶的表哥 当时是在挺进报里边 其实我们大家更熟悉一个人物 他的名字叫陈然 他就是后来我们看烈火中永生里边 成岗的原型 陈然可能现在的年轻朋友 不熟悉这个人了 但是你翻开中学的语文课本 里边有他一首诗 我这里我可以把它背诵一下 大家一下子就能回到 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他这个诗的名字叫 《我的自白书》 任脚下想着沉重的铁料 任你把皮边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面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者才祈求自由 言行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面对着死亡 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